哈喽大家好 我是信仪 那在今天的关键字呢 想要跟大家聊的 还是这个世界公卫议题呢 持续延烧 那么各国啊 现在已经从对抗病毒的这个大战呢 去进一步的演化到来 拯救经济的一个全面战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其实啊 这次的疫情呢 的确对很多国家的经济来说 的确确是造成很大的冲击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到底目前各国遭遇到的 实际冲击有哪些 那么各国政府呢 又会丢出哪些补药来救经济呢 那么喜欢我们的节目啊 不要忘记先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USTV非凡daily 那我们节目就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先来为大家复习一下 在上次我们讲过的禁阻令里面 其实包括了现在像美国啊 法国甚至印度等等呢 有许多国家呢 都已经开始实施这个禁阻令 因此要求全球 目前有大约15亿的人口啊 都是必须待在家里 但是大家待在家的确 可能可以减少这个病毒传播的机会 可是却也阻碍了经济啊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来看到说啊 其实根据这个数据的调查就显示说啊 全球的企业的收入啊 可能会因此减少12兆美元 相当于360兆台币这么多 讲这个数字大家可能没有概念哦 但我们换算一下 如果称用GDP来算的话 就是等于20倍台湾的GDP哦 这样大家就知道说 哎影响有多么大了吧 那其中联合国啊也透露说 当年啊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全球的失业人数呢 是高达2200万人哦 不过他们就预估啊 这次啊因为这个世界公卫议题啊 全球失业人数呢可能会高达2500万人 也就是比当年的金融海啸还要更多 因此啊这个美国政府川 美国总统川普呢 他就想说啊这样不行啊 再这样下去 美国经济会完蛋 于是呢他就大笔一挥 签下了2兆美元哦 相当于60兆台币的这个经济纾困案 也就是说这是美国史上啊 最高纪录的一个纾困纾困案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为大家讲一下 他的纾困案呢 其实涵盖了很多面向 首先啊就是针对这个个人的部分 美国政府呢他是给这个成年人 也就是你年收入 只要在75000元以下的成年人啊 每个人他是可以获得1200块美金 相当于台币大概36000元左右的 一笔补贴金哦 那如果你是小朋友的话 小朋友如果你是16岁以下的小孩也有 小孩的话呢就是500块美金 相当于台币大概15000元左右 那当然啊不只是针对这个家庭部分 如果你本身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啊 而失业的人 美国政府这边呢也扩大了失业补助哦 等于是你每周可以获得600块美金 然后连续4个月的这个失业金补助 那当然啊美国其实也有针对许多产业 像是这个航班停飞的航空业啊 或者是这个人力资源突然很紧缺的 这个医疗业呢他们都有一些相关的补助 这边我们也列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看到他这次的疏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大手笔投入 那讲完美国啊 现在我们就要来讲一下 同样这次是重灾区的欧洲地区 那其实目前欧洲地区有多达13个国家 跟欧盟啊都愿意提出来这个纾困计划来挽救 该国的经济 那么金额呢是多达194兆台币左右 那比较特别呢 我们就先来讲一下英国的部分 其中英国啊他这边是斥资了12兆的台币 给这个企业来做纾困贷款 那另外呢他也针对就是一些 如果你因为疫情关系 你没有办法去工作的员工 像是健身房啊餐厅酒吧电影院等等 娱乐产业等这些员工呢 政府呢会补贴你薪资的八成 那还有啊就是说 如果你因为这个经济有困难啊 你缴不出房租 英国这边呢也给出了说 可以还缴三个月的房租 那么在亚洲地区啊比较特别的 当然就是新加坡啦 新加坡这边呢他也是给出21岁的公民 每个人呢可以领取300新币到900新币 不等的一个补贴金哦 那这个补贴金的多寡呢 其实是取决于你的收入 那等于说你有至少 大概6300元左右的补贴金哦 那另外新加坡其实啊 他也给出很多优惠的福利 像是说医护人员加薪一个月啊 或者是像各个产业 比方说交通产业观光旅游啊 还有艺文产业等等 他都有相关的补贴 那另外啊在南韩地区啊其实总统文在寅呢 他自己啊是首先宣布了说 他要这个减薪来救经济 那另外呢韩国政府这边啊也针对说 全国七成的家庭也就是扣除收入 百分之前30的家庭 那另外七成的家庭呢 他是给予大家每个家庭呢 100万韩币哦 相当于台币大概24000块左右的补贴金 那么各国啊发钱旧经济啊 投入这个经济大约5%到10%的金额 GDP来补助哦 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都发现到这次疫情的冲击啊 是超乎大家的想象 那如果不赶快旧经济可能就会造成 全世界的这个衰退潮 所以大家都必须赶快有所行动 那讲到这边啊 大家可能就会好奇说 那在台湾呢 台湾有没有相关的补贴政策 或者台湾政府又做了哪些措施来纾困呢 我们今天也为大家整理一下 首先就是台湾政府啊 目前也是大概斥资了1000亿台币左右的金额来补助 就是如果啊业绩衰退5成以上的业者啊 员工薪资每月最高可以补助到2万元 那另外台湾政府这边也针对了旅行业啊 像是每家旅行业呢可以补助10万元 那每位旅行业的员工呢 可以补贴多达5000元 类似这样的政策 不过啊就却也被质疑啊 说因为台湾目前投入这个1000亿左右的预算 其实占了台湾的GDP 大概只有0.58%左右 那这边啊我们就来看一下各国的数据 像是德国啊 他们就投入了27兆台币哦 会算成GDP的话呢 其实是高达22% 也就是超过两成哦 那另外在美国呢 其实美国这次啊 也是投入了将近一成的GDP的金额来纾困哦 那就连我们邻近的韩国啊 也都投入了1.3%哦 所以呢就有人去质疑说 哎台湾政府的这个纾困力道呢 是不是有点太弱了呢 但是这边啊台湾政府也回应啊 就像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在最新的质询的时候就说 其实啊台湾这边呢是准备了多达一兆的这个预算呢 准备要投入这个纾困呢 这边我们也把这些细项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主要是因为呢很多细项 目前都还在研拟还在讨论 包括之后可能会有这个振兴消费券啊等等的 这些都还在研拟当中 所以呢如果之后有相关的规划出来 一定会跟大家报告 那如果是1兆台币的话呢 其实换算成台湾的GDP呢 就是等于大概5%左右了哦 投入这么多钱呢 当然是希望能够帮助到这次啊重创的很多产业 包括像是观光业啊旅游业航空业 正常的步调 那其实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个国啊 砸大钱来救经济 只是呢这些钱到底该怎么运用 或是这些钱到底有没有运用到 他在该运用的地方 能够成为推动景气复速的一个杠杆 这个呢就是各国政府需要去好好思考的问题啦 那么呢就像台积电创办人张周萌所提到 他认为啊说这场疾病呢 其实就跟战争一样 因为战争呢总会有过去的一天 但是什么时候会结束 我们其实并不知道 那只是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啊 也一定会有一些人的生活会因此而改变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之内容啦 欢迎大家呢对于这个疫情带来的大失业潮 或者是说一个国政府呢砸大钱 救经济纾困的方案呢 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USTV非凡daily 我是信仪我们下次见